新加坡的华人特别喜欢搞一堆乱七八糟的组织 挂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头衔呢 虽然这些事情呢 在十年前二十年前的中国也是蛮普遍的 包括现在在上海 你也会发现有很多的商会和组织 如果你跟他见面 他掏出一个名片 哇后面就是一大堆头衔 各种商会各种组织的协会 会长 理事长 副理事长 乱七八糟一大堆 这些会呢你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其实啊就是当地的一些华人 或者来新加坡久了的中国人 自己自立门户 花几百块钱建立的一个组织 然后呢就招揽了一大堆的会员 自己嘛搞一堆圈子出来 那我觉得呢做生意的啊 这些人大家一起在一个组织里面 交换一下资源 我也觉得是可以理解 但是到最后这个组织就变未来 A会长弄了一个A商会 这个商会里面有一百个人 你又发现B会长弄了一个B商会 里面还是那一百个人 最后啊你就发现来来去去 有一百来个组织 结果搞来搞去 每个组织那一百个人几乎都是重复的 就说同一批人到处参加各种组织 或者呢我觉得有时候 就是这帮子人特别喜欢自娱自乐 发名片出去像打扑克牌一样的 反正你想叫什么名字 你自己就起就可以了 名片自己印 然后你再找一堆自己的朋友加入这个会 明明起于啊 我的会里面有多少个会员 反过来再这么说 你现在要拿这一招去 用在北上广深这样的超一线大城市 别人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是个骗子 尤其像之前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 谁要是拿出一堆名片 像打扑克牌一样的一堆抬头印在那边 然后跟我说他什么协会什么会什么 乱七八糟全部都能搞定的 这种人踩都不要踩他了 而且我觉得像现在北上广深的话 大家更注重你实际能够做到什么事情 而不是你空有一堆头衔 所以呢如果你在新加坡生活的话 遇到有一种中年油腻男 递给你一张名片 上面一大堆抬头 你真的是要小心一点了 还有那些女的骂弄出一大堆抬头 我觉得呢大差不差也是有问题的 不是叫你做卫生 就是做他的下线呀 你懂的呀 那新加坡上黑你 哦